大家好,昨天到花卉市场购买蝴蝶兰的时候 花店的老板送了两颗蝴蝶兰小苗给我 那么这两颗蝴蝶兰小苗拿回到家 我们要如何处理呢? 首先我们当然不能直接给它栽种 因为要给它缓苗,适应新的一个环境 我们缓苗不是直接的把它放在一处地方给它缓苗 主要就是把它放在无菌而保湿的环境给它缓苗 这样才能让它吸引新的一个环境更加快 如果我们直接给它栽种的话 还没有吸引新的环境 很容易出现死亡的状态 那么我们要如何给它处理呢? 首先我们先准备好一个容器 那么这个容器一定要经过杀菌之后 我们再给它使用 像这种蝴蝶兰小苗最害怕的就是细菌 一旦感染细菌的话 这些叶片出现发黄、伪念 根据也容易出现腐烂的现象 那么这个容器我们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 有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加入一点杀菌药 给这个容器进行杀菌 这样更为安全 整个容器就起到杀菌效果 大概给它浸泡五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现在是示范给大家看的 比较干净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它放进去 放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它弄伤了 就这样子 然后就给它盖上盖子 我们盖这个盖子的时候 不要给它盖得那么紧 给它留一点点空隙 让它通风一下 不能让它处于太闷的环境 这样给它缓磨三天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它上盆了 上盆之前就用101火力素 湿湿水 给它浸泡20分钟左右 主要的目的就是 聚活脊柱续胞 能够让它快速的恢复生长 而且又可以提高抗性 还有抗病能力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蝴蝶兰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